你自己帮不了自己 请问谁能帮你 你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甚至你中间你还去转过来找他 你尊重了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苦吗 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每次想到这些 我就想要走 我要离开他 所以就不要管他 今天就不要出来 我一定知道 知道了就好 这就是我要的目的 视频中被图蕾怒斥不争气的女生名叫小静 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回一桩婚 那么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图蕾冒着被戳几两股 也要劝说她分手呢 原来就在不久前 小静突然和男友小龙分手 为了挽回女友 小龙想尽各种办法找到节目组 向小静表白心意 可这一切 小静并不以为然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蕾老师又为何支持小静分手呢 就是怀孕了嘛 我知道之后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说我们生下来 我说苦一点不要紧 我说你现在从现在开始好好上班 然后那时候他特别坚决 他就说不可以一样 然后就没有办法了 就说那只有他 小静和男友小龙相恋三年 在小静看来 孩子的到来 意味着两人的恋情 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让小静没想到的是 小龙对孩子的到来 非但没有了任何欣喜之意 甚至以孩子是累赘不健康为由 要求他打掉孩子 这个做法让他心寒至极 在听到女友的这番控诉之后 立即进行了辩解 男友的行为让小静心寒至极 担心他压力大同意拿掉了孩子 可男友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跟狐朋狗友胡吃海塞 这让本就还处于 失去孩子痛苦中的小静 彻底忍不了了 面对小静的爆发 小龙好像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什么 反而继续把责任推卸给女友 埋怨女友不顾及他男人的自尊 于是两人大吵一架 满是委屈的小静最终提出了分手 不料男友尽用自残的方式来挽留他 小龙觉得自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遇到事情不会表达 所以在女友提出分手时 不知如何是好的他 只能通过自残来挽留女友 相恋三年 难道只是因为这样 小静就会放弃他曾经深爱两年的男人吗 随后小静表示 其实在这次分手之前 他就和男友闹过一次分手 在主持人的询问下 小静也不再顾及男友的面子 我刚才实施不知道他没有工作的 然后相处了几个月之后 我发现他一整所事事的美好 据小静透露 小龙在和自己谈恋爱的这两年中 仅工作过一个月 平时两个人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 家里的所有开销都要由他来出 看到这里 我们终于明白 他为何宁愿自残也不愿意和女友分手 原来他是不想弄丢这个长期饭条 这期间小静不止一次地劝说男友出去工作 并不是希望他能挣多少钱 而是希望他有个事情做不再那么颓废 可小龙不是嫌弃这个工作类 就是嫌弃工资低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 小静本以为他能认真努力地工作 可没想到男友待了一个月就又辞职了 对于女友的诉说 小龙则表示自己没有女友口中那么不堪 没有工作的他也十分焦虑 于是就和朋友做了一点小生意 然而不说生意还好 一提到生意 这时的小静就更来气了 做生意不是也算工作吗 不是 他所说的做生意根本就不稳定 而且带他做生意的那两个朋友 我是不喜欢他们的 他们每天晚上会带他出去玩 有时候三四点钟才回来 然后慢慢的我就感觉他变了 现在还跟他们交往吗 之前一直有 然后就这段时间没有了 那不是也在改吗 为什么非要分开啊 不是因为他 刚开始前几个月还蛮好的 之后做了太多 让我觉得就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 俗话说男人有钱了就变坏 这句话在小龙身上可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手里有点小钱的小龙在狐朋狗友的带领下 彻底飘了 不仅夜不归宿慢慢还对他爱达不理 小静看着男友的变化 一番了解下这才知道男友口中的生意 只不过是四处坑闷拐骗 为了防止他走上歪路 就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的姐姐 可没想到男友知道后 不分青红皂白的找到小静 直接抡圆了胳膊给他一个打耳光 还直言让他滚出去 过年的时候他又带我去他家里了 我跟他姐姐说 我说要不你们帮我劝劝他 让他好好找一份班上 又不是说一定要挣多少钱 然后他姐姐就 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 他就很生气 那时候说让我滚 你既然当时让我滚了 你现在还在纠缠我干嘛 毕竟我自己也这么大的嘛 不想让家里担心啊 可能有点生气吧 然后就说了 什么时候说了说了一句话 小龙的一巴掌彻底伤透了小静的心 然而小静知道他当时正在气头上 所以事后也并未和他计较 但气不过的小静 还是选择和好友外出旅游散心 男友在得知他没有和自己打招呼出去旅游时 静做出了一件 让他至今都感觉害怕的事情 听说你曾经拿刀威胁过他的朋友 有这事还是没有 我没有威胁 因为当时他 你拿刀了吗 如果当时不是我拉你回来 你不是已经去了吗 当时他的朋友他才认识几天 然后没事就出去玩嘛 然后我有一次给他打电话我在家 然后我把电话抢过去 然后跟他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然后就拿到刀就出去了嘛 明明朋友好心劝解安慰 没想到却被男友诬陷出轨 要知道 如果不是小龙出手打自己 他又怎么会跟朋友出去旅游散心呢 男友如此偏激的行为 让小静没没想到都会感到背后发凉 他很难想象日后男友还会做出什么顾忌的事 为了活命以及身边人的安全 小静搬出了男友的住所 说什么也不要再和他一起住下去 本以为逃出来龙堂虎穴 可男友之后的做法更加令人害怕 每次不管我住在哪里 然后他都能找到 八月份的时候我就骗他 我说我回家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约好 我们去寒州完了 然后去玩了十天嘛 那十天我都没有联系他 我把他电话拉黑了 过得特别开心 就不想回来了 自己在那边又租了房子 找了工作 然后刚上班三天 然后他直接找到我公司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想在那边工作的 然后我就骗他 把他骗回池州 然后回到池州 他每天又绝食呀 然后又说自杀呀怎么样 他家里人给我打电话 说你要不就回来 再给他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在男友家人的苦苦哀求下 也为了能够和男友好聚好散 小静这才决定从杭州回来 但小静心中明白 仅靠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能和男友分手 说不好男友 还会带着自己一块归西 所以为了能够和男友分手 这才决定接受邀请 再一次来到节目组 希望可以借助导师的力量 让男友不再缠着自己 那么面对这样一对情侣 导师又有何建议呢 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孩子 又想依赖妈妈 离不开的同时呢 又撒娇 用各种方式来吸引妈妈的注意 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当然好了 你的女朋友 她的气概很丰富 你完全能够用你的各种方式 打发自你的方式 能够去掌控她 这个可能就说明 你的内心的一种成长 在家庭当中没有完全的成熟 在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的纠结 导师的话一语重地 小龙不仅是一个战友欲极强 而且还没有责任心的人 正常的心理状态下 一个男生会努力奋斗做出成绩 从而得到女友的肯定与青睐 以此来挽回一段感情 而他用自残来挽留爱情 赢得女友的同情 明显是一种很极端的方式 很难想象 以后他还会做出 什么样出格的事情 极端方式下的痴情 既是伤害自己 也是困扰他人 从小龙的行为来看 可以看出他本身 并不是敢做敢当的性格 相反是比较懦弱的 故事发展到这里 一旁的图雷导师 没有昔日的情感劝解 而是着急喊话 小静赶紧分手 当你发现对方 不是这么个人的时候 你所做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撒腿就跑 你自己帮不了 自己请问谁能帮你 你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甚至你中间 你还去反过来找他 你尊重了自己 曾经受到过的苦吗 你打胎的时候 要他陪伴你 他在哪 他没搭理你吧 那是你受过的苦吧 他把你关起来的时候 你自虐 你不吃饭 他也不搭理你 只要你在身边 不管你的死活 是你受过的苦吧 他所有对待你的东西 所有的遭遇 你都记得清楚吗 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为什么还要容忍呢 其实小静心中明白 小龙所有对待他的东西 记得所有的遭遇 可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他之所以能够容忍 其实也是想要求圆满 但越有殷勤缘缺 人也是如此 面对导师们的苦口婆心 最终小静又会做何选择呢 幸好小静听进去了导师的话 最终选择离开 对于小龙 我只想说人活在一室 凡事看淡就好 律师要冷静 两个人如果不合适 那就好聚好 三个字安好 那么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你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哦 我会吃开